这个你说原住民的很多这个歌声 像这个一一窝窝的这个 当时你是不是人在这么发声的时候 他能进入一种什么 比如说出神 因为是祭祀 或者是祭祀什么祖灵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种歌唱过程当中 能够改变自己的状态 对它是spiritual 它是从灵魂里面出来的东西 从心底下出来的东西 变成你的气 跟宗教有点关系 那么唱歌不是唱给人听的 是乐神的嘛 唱给神听的 所以我们原住民我们的话说 歌叫做snight 然后比如说 木头叫gassio 那前面叫个gi是去取 gi gassio是去取木头 那这个歌呢 你说gi snnight的话 是取得祝福 祝福会降临到你身上 所以歌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指打天拼的东西 所以胡老师实际上经历了个认祖归宗的过程 他本来原来好像觉得也是知识分子 觉得知识分子好像总是可以 甚至还带着故乡的人民进步之类的 但是他真的回去之后 我注意到你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实际上需要向他们学习 就他们家乡的这个父老啊 有很多可以教你的东西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一些价值观 比如说对大自然的一个看法 那比如说那这个像我们打猎 那平地社会会说你们还在打猎啊什么的野兽 你们很原始啊 因为你们的缘故原兽野兽都减少了 其实不是的 那些捡赏的野兽是外面来的商人在打的 那老人家告诉我们 我们打猎是这个区域打完了 那么冬天夏天跟那个球队我们不打了 然后呢这个区域打完了打这个区域 那区域打完了到那个区域打 他不是一直赶就有的地方是赶尽杀绝的 对 在黄岩岛也有休余的时候 对 就是说那个内蒙草原上也是啊 这个牧场你不能一直吃啊 他要有这个休息的休息的这个周期 但是现在人呢需要太过剩 太太需求太多了 贪啊 就是说这边大地本来就不是私人的财产 这是大家的东西要留到后面来